如果在这个大卖场里面要结账的话 你能够忍耐极限有多少呢 现在对于花莲市民来说真的苦翻天 因为他们说呢 他们光是结账到大卖场结账 他们要跟陆克来抢着结账 他等一个结账要等30分钟 尤其是最近更是夸张了 因为5月的连续假期 有不少的陆克就跑来台湾自由行 像是花莲光一天就涌入了2600多名 你看到这大卖场收银台 大卖场说我也没办法 我已经加开了20个收银台 但都没办法 因为他们就喜欢来台湾采购 像是零食饼干还有肉干等等 整个卖场可以用万头钻洞来形容 而且商品账一上货架马上就被扫光 有人就形容热闹的程度 不输百货公司的周年庆 不过花莲人可苦了 他们就频频抱怨 说排这么久才接到账 大卖场里万头钻洞塞了满满人潮 不是过年也不是周年庆 怎会涌进这么多人 原来是日前两艘中国游轮开进花莲港 进千名陆客涌入卖场 让卖场商品几乎一扫而空 当地民众拍下照po上网直呼太夸张 实地走访大卖场商品架上空空荡荡 陆客最爱的凤梨酥马上被扫光不到两小时时间 架上干干净净 尤其台湾产水果蜜腱肉干更是重点扫货项目 所有的陆客来的话他们最喜欢的就是我们的台湾水果 还有我们的蜜腱以及肉干 因为他对我们的品质跟我们的价钱 最重要还有一个食安 26个结账柜台全开应付陆客 惊人消费力 而满满排队人潮也让在地人直呼光结账就要排半个小时 真的好夸张 不过也有人开玩笑的说 多亏有他们 不然很多店都要倒了 三立新闻综合报导